美国what color is your diet这本书的作者 加州大营养系主任在北京召开了他这个书的发行会 我参加了一个会 他在我旁边讲了一段话 我非常吃惊 他说全球都发现中国的营养状况在恶化 居民肥胖糖尿病和心脑瘍病的发生力不断增加 重要的原因就是西方不健康的饮食方式 如美食快餐等大量进入中国 中国摄入的蔬菜水果越来越少严重影响健康 当时咱们国家妇女来立嫁的年龄平均年龄17岁 而当时美国女孩子来立嫁的平均年龄是11岁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赶上美国了 已经接轨了 11岁了 我们城市包括我们山东这么好的孔孟之乡的小城市里 到处都是肯德金麦当劳 女孩子从小在那吃炸鸡 吃得性早熟 你女孩一性早熟 你家里边给教育带来极大的问题 我在今年我就看那德科市 满屋的都是人 都是孩子在那吃 过度饮用可乐可以导致肌肉瘫痪 这是今年5月19号最新的研究报告 我们在北京曾经见过一个小孩 从小喝可乐 喝到6岁浑身都是饼 现在出现了儿童果汁饮料综合症 很多小孩上课不注意听讲 回家不好好做个业 就是早上起来好一点 为什么 一夜没喝果汁 现在有钱了 觉得喝水多低级啊 就得喝这些饮料